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镇 预期这次选举当中就是可以让普清的总统任期再延长六年 可以看到是位在远东的勘察家地区以及楚科齐自治区 首先开放投票 一直到俄罗斯最西边的加里宁格了 到周日晚间八点投票才会正式的结束 这次大选当中一构有四位的候选人 包含了共产党 自由民主党以及新人党 都会各自推出一名候选人 普清则是独立参选的 俄罗斯的反对派则是号召在周日举行反普清游行 但是遭到警告 克里姆林宫表示 这次的投票将表现俄罗斯全国都支持进攻乌克兰 那么被俄罗斯占领的乌克兰领土上也会开设投票所 乌克兰则表示 如果这么做的话会是闹剧一场 他们在投票前夕已经加强对俄罗斯边境的攻击 一抬头就看到无人机呼啸而过 紧接着 远方的厂房突然大爆炸 背景还不断传出防空武器的开火声 另外一个角度也被人拍到烟层附近爆炸巨响之后 厂房就陷入火海 火势如此凶险 就是因为这里是俄罗斯石油公司最大的一座炼油设施 产能占全国约5% 已经是两天以来乌克兰第三度偷袭俄国的石油设施 乌军的无人机这次袭击的零油厂位于俄罗斯的栗山 距离乌尔边境330公里 首都莫斯科在一百多公里外 乌军的长城无人机确实能打到这个范围 俄国总统普清酸乌军是狗急跳墙 更不客气展开报复 乌克兰东北部边境的苏梅这五层楼的公寓 就深夜遭到无人机击中 不仅几乎被大火吞噬 部分建筑物倒塌 超红队赶紧救出遭到活埋的居民 至少两人罹难 八人受伤 更不乐观的还有乌军的前线 东部战线马林卡附近乌军在城镇废墟中展开激烈的巷战 前方后方头顶上全部都是威胁 他们就差一点被炮火击中 眼看乌军处于挨打的劣势 欧盟也终于点头援助乌克兰1723亿台币 美国也挤出95亿台币的装备武器 宣布军援的时机非常敏感 因为本周五俄罗斯即将举行总统大选 寻求连任的总统普京接受官媒专访 警告美国千万别来淌浑水 接着又毫无意外 普京再度打出核武恐吓牌 有事没事喊一下核武来了西方还吃这套吗 普京这话其实是讲给自己人听 外媒这分析认为俄国经济体质又不好 民众敢怒不敢言 普京扮演救世主来巩固统治的正当性 事实上普京要输还比要迎难 因为跟他竞争的另外三个人 包括民族主义分子 共产党员跟商人都是支持入侵乌克兰 人权团比就批评这三个人都是营造民主假象的假球员 然而俄国外交部还指控美国要攻击俄国的电子选票系统 竟然还怕美国来戒选 CNN就忍不住开酸 俄国式的民主还没选也知道又是普京再执政六年 提回权这么大 好 不过我们要看到加萨这边的战火依旧是没有平息 因为现在其实是摘戒约已经开始了 但是以色列还是不断地在轰炸了拉法这边的联合国难民物资中心 酿成了五人死亡 二十个人受伤 以色列的国防部长更是亲自进入到加萨地区 扬言说这里不会再有哈马斯的容身之处 此外以色列持续在约旦河西岸加强扫荡 接连传出有未成年的少年遭到杀害 仿佛有用不完的子弹 以色列士兵矛起来朝对面开枪 一二三四五 至少五台坦克压阵 以军无后顾之忧继续往前 搜索之余也寻找绝佳攻击点 以军随后搬出监视武器强力轰向对接 一栋橘黄色建筑当场被炸破一个大洞 这栋建筑所在位置就在南部甘尤尼斯哈马德城一带 以军似乎早就怀疑这里 其他作战影片也能看到外观雷同的大楼 在一番强力攻击后以军终于入内搜索 果真在残骸中找到枪支武器和几具遗体 画面最后以军甚至从建筑内爆出一名受伤男头 带他到安全的地方包扎 这段加萨民众惊吓狂奔的地点也能看到类似的橘黄建筑 所有人似乎都在无预警下仓皇逃命 却不知道还有哪里安全 加萨人摘介约不得安宁 以色列也不打算缩减攻击力道 除了继续猛攻中南部地区 以色列国防部长再次进到加萨 这次他直接在海边行走怒呛哈马斯 为了彻底灭掉哈马斯 以色列无所不用其极 最新攻击联合国难民组织在拉法的粮食中心 事发现场血迹斑斑 工作人员不敢相信这里也会被攻击 以军随后表示因为里头有哈马斯指挥官藏匿 不过巴勒斯坦官员反控 以军攻击连带造成无死22伤 还有一名难民组织员工跟着陪葬 摘介约期间加萨人吃也吃不饱 却还是得用尽力气狂追空投物资 他们已经算不清经历多少次的存亡时刻 一名教英文的美籍老师也在战火中逃命 忍不住质问拜登 约旦和西岸和东耶路撒冷地区暴力事件持续升温 一名12岁男童因为玩烟火就遭乙军枪杀 另有15岁少年持刀攻击以国警方被击毙 除此之外黎巴嫩也不平静 这辆汽车遭以色列无人机炸烂 以军曝光精准锁定过程 宣称他们成功炸死里头哈马斯高级官员 李巴嫩真主党也顺激对以哈战争火上浇油 真主党领袖纳斯拉勒在演说中 大呛纳坦雅胡必输无疑 战争实际没有任何赢家 周三有大批民众封锁 加州旧金山机场的道路呼吁停火 希望借由让旅客不便表达诉求 他们甚至进到机场大厅举步调游行 在埃及则有媒体人员在工会总部外 拿饼皮声援巴勒斯坦 说加萨民众连这样的薄饼都吃不到 然而以哈听火协议还是持续卡关 斡旋方卡达和美国继续努力 只盼在斋戒约结束前达成共识 月薪文宋报道 另外我们还要帮镜头转向到这个古巴 因为古巴是面临了30年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 那么当局为了要缩减财政赤字 所以从3月1号开始 就将他们原本的油价调涨5倍的价格 这个让民众大喊吃不消 因为现在每公升的油费呢 可能就会比他们的月薪都还要高了 再加上通膨率高达了30% 古巴人大态日子真的过不下去 各色复古跑车行驶在古巴哈瓦那街头 这大家印象中的古巴特色 现在成了古巴民众的哀愁 加一次油的钱可能比整个月的月薪还要高 古巴政府从3月1号开始将油价调涨5倍 导致民怨沸腾 民众加油只能无奈看着数字一直往上跳 越来越多人改骑脚踏车上班 原本已经很拥挤的公车 现在更是根本挤不上去 通勤费用可能还高过月薪 而且移动油价等于几乎各个产业的 能源成本支出都会上涨 像是这一位从外地运果菜进哈瓦那摆摊的菜饭 只能含泪吸收成本 明知会影响民生为何还坚持涨油价 那是因为古巴政府的财政赤字逐渐扩大 过去从燃油到蛋跟糖都有政府补贴的时代宣告终结 以油价来说 在三月以前古巴汽油每公升是25匹索 现在调涨了5倍至132匹索约5美元 但是古巴民众的平均月收入才在16到17美元之间 等于每公升的油价支出就占比将近三分之一 政府要求民众共体时间 但是对古巴人来说 这四年来这句话他们听够了 每到傍晚下班下课时间就停电 哈瓦娜外围的城镇贝胡卡尔陷入一片漆黑 停电已经变成了他们的日常 美国对古巴的禁运实施长达64年 再加上川普执政时期 还加码对古巴的雪茄以及烈酒疏美 旅游等等进行了贸易禁令 让古巴本就衰弱了经济 在役后更难以复苏 也因为燃油和粮食都高度仰赖进口 是以美元计价的 在去年古巴货币批索重变50%以后 对美元更是弱势 尽管总理还一度为此发飙 一席话暗示要害美元脱钩 但这几乎是不可能的 但是古巴经济常年都靠观光消费来支撑 唯一一个亮点就是文明世界的古巴雪茄 今年三月初举行的雪茄拍卖 中国大陆买家是非常捧场 而古巴知名的哈伯斯雪茄 也预测2024销量会更好 除了靠本身的观光吸引力之外 古巴在外交上持续拉拢俄罗斯和中国大陆 不过想要借此突破重围 恐怕还是很困难 经济常年不振 再加上如今30%的通膨 古巴经济惨到引发出走潮 每天在各国使馆外是大排长龙 而偷渡到美国的移民数量更是暴增四倍 通通涌向美墨边界 TVBS新闻综合报道 要来关注到在美国的前总统川普 执政的后期对中国大陆立场是非常的强硬 不只是掀起了贸易战 那么现在根据路透社来披露 川普任内还授权了中情局 在中国大陆的社群媒体上面展开行动 试图掀起反中言论 那根据美国官员表示 川普上任后两年 CIA就成立了一支特工小组 来进行一些秘密的任务 展开认知作战 包含说他们在网路上用假的身份 在中国大陆的社群平台上 散播对北京不利的负面言论 包含说共产党员在海外隐匿非法所得 以及抨击一带一路等政策 强调言论虽然是透过假身份来发布的 但是内容都是真的 行动的目的就是要激化北京高层 互相猜疑 出手严格控管网路上带方向的源头 来消耗官方的资源 好 另外一方面追踪地线 我们要带你了解到 现在解放军的最新动作 那么根据中国大陆的国防部公布 解放军的国际军事合作代表团 在这个月访问了马尔蒂夫 斯里兰卡还有尼泊尔 推进的是双边的防务合作 那巧的是 现在刚好是中国大陆跟印度的关系 非常紧张的敏感时刻 这个时候出访南亚三国 有哪样子的意义呢 想请我们来沿线给驻北京的特派记者 韵文来告诉我们 好 来看到 就是关于中国大陆解放军 他们公布的消息 他们在这个这月的3月4号到3月13号 访问了马尔蒂夫跟斯里兰卡 还有尼泊尔这南亚三国 并且败坏了就是马尔蒂夫的总统 并分别跟这三个国家的国防防务部门 进行会谈 就彼此关心的地区安全问题交换意见 以及呢 推进双边防务的更深入的合作 那我们就看到 这个重点是在于 他们访问了南亚三国 而这南亚三国呢 尤其是尼泊尔 是位处在中国大陆跟印度之间 是个比较重要的位置了 那我们就看到是在共军发布这张消息呢 其实在他们访问的最后一天才宣布 而同时是印度的总理穆迪 主持启用了这个比较有争议的 阿鲁纳查省的一条隧道 那对此呢 北京就表示是反对的 并且还声称哦 说这个地方呢 是中国的领土 而且呢 强调中方从来就不承认 也坚决反对印度非法设立的这个阿鲁纳查省 所以可以看到是在这个中印之间 长期有着这边境跟这个就是边界的一些相关的争议哦 那现在呢 共军访问南亚三国 或许就被认为是意在拉拢 就跟牵制印度的这样问题了 那我们再看到是 其实呢 中国近期也不断的访问一些 他们的邻近或是友好的国家 进行相关的军事的交流 先是看到呢 在这个月中旬 共军跟着俄罗斯 还有伊朗 在阿曼湾进行联合军演 引发了国际的关注 再来呢 是上个月底的时候 是参加了在泰国举办的 多国联合演习 都引发各界的注意哦 那对此呢 中方的官媒环球时报 他就发表评论声称 就是聚焦在非传统安全领域 回应国际社会的共同的威胁 并非外界所认为的 同盟跟这个阵营对抗 只不过呢 就蛮刚好的 都是一些非西方的 就是民主国家的阵营 再来看到另外一个话题 是中国大陆的首富 也就是南农夫山泉的 董事长钟闪闪 他的母亲郭景 突然传出离开人世 享受95岁 那钟闪闪在朋友圈 更新讯息说 他的母亲其实是身体健康的 但是因为他的关系 莫名其妙遭受网络暴力 过度担忧才会离世 又是怎么回事呢 再次把时间交给韵文 好 但您看到 这是一个比较遗憾的消息 就是中国大陆的矿泉水品牌 娃哈哈集团创办人 宗庆厚在上个月底过世之后 就形成了一股 这个是另外一个品牌 农夫山泉的舆论风波 我们先看到是呢 先爆出两家的这个相关的竞争纠纷之后呢 就是在对这个农夫山泉进行爱国出征 指控他的茶饮包装有着日本元素 是亲日媚日乳华等等 进而造成了农夫山泉的骨架就下挫了 而现在最新的消息是 农夫山泉的董事长的母亲 在这个月3月11号过世了 我们看到是农夫山泉的董事长呢 他同时也是中国首富叫做钟闪闪 他在微信的朋友圈 po出张母亲的照片 并且表示说母亲很健康 笑容可举 心情愉快 没有慢性病 但是因为他被莫名的网路霸凌 导致累积母亲为他所忧 母亲就在3月11号的下午去世了 令他是悲痛万分 而这个消息呢 也经过陆媒证实之后 确认他的这个真实性 就是钟闪闪本人所发 除此之外 陆媒指出说呢 其实钟闪闪母亲走得 非常的突然算是奏事 所以连钟闪闪本人 都没有见到他的最后一面 那我们看到的是呢 陆媒也去求证 关于去询问说 瓦哈集团对农夫山泉被出证的事情 是否相关的回应 但是对此呢 瓦哈目前都没有相关的评论的 所以可以看到是 这些莫名的网路出征霸凌 是有多么的可怕 好我们焦点再转向美国 美国的SpaceSat周四的时候 第三度尝试发射 他们的新舰火箭 终于成功的升空 而且有脱离地球 不过却传出是在返航的途中 和控制中心失去联系 有可能是已经在太空当中解体了 又是怎么回事呢 想起要连线国际组的记者杨琴 直播画面欢呼声四起SpaceX太空飞行器新建 美东时间周四进入太空 还测试开启舱门和燃料传输 这也是时尚最大火箭第三度试射 全程透过星链网路传递讯号 尽管是顺利升空进入轨道 但飞行近50分钟中断与系统联系 原本推进器预计建落在印度洋 不明原因没有点燃发动器 但SpaceX官方没有气馁 反而庆祝新建首次达到天体运行轨道速度 而这回飞得比前两次更远 前两次试射都只有飞几分钟 这下任务是美国NASA月球计划的一部分 国际也相当关注后续结果 航海科西有没有可能再进步呢 因为现在尽管是有超音速战机 但是因为没有办法 因为巨大的音爆 所以很难运用在商业上 不过现在美国的NASA和洛克希德马丁 准备要合作突破这样的困境 他们希望能够将超音速飞机的音爆 降低到像关车门一样的声音 这样子的话就有可能应用在商业飞行 突如其来一声轰然巨响 并不是有什么东西爆炸 而是超音速飞机留下来的痕迹 当飞机移动得比声音的速度还要快 就会形成冲击波 因此发出巨大的音爆 音爆不止声音大的下人 还有可能损害建筑 因此飞行上就有很大的限制 也因此协和靠客机 尽管横空出世成为奢华飞航的代名词 但还是在2003年黯然退出航空产业 但人类快速飞行的梦想并没有就此画下据点 美国太空总署携手洛克希德·马丁 经过几十年的研究 推出一款低音爆的飞机X59 超厂的机鼻就占了整体的三分之一 就是利用长线条又平滑的外形 来限制超音速飞机产生的音爆 透过空气力学 专家把音爆的音量降低到 跟关车门差不多 但要达到这样的效果 飞机就要做出大幅度的改善 最前方的挡风玻璃将因此消失 这款飞机将在今年春天进行试飞 收集飞行过程的相关数据 NASA积极克服引爆问题 希望能推动相关法规松防 不只是军事上能使用超音速飞行 商务飞航也能快速前进 未来的飞行才有望更超越想象 TVA新闻综合报道 接下来带您快速掌握东南亚动态 不过通讯部长法米在13号的国会答询说 马来西亚目前无意禁止TikTok 或是任何其他的社群媒体平台 国际地缘政治风险加剧 台湾多家的电子代工大厂 包含鸿海广达等等 都纷纷完成了越南设厂的布局 现在就连云端人资系统的领导厂商 风行科技也完成了越南子公司的设立 另外还要看到泰国政府正在起草法规 以税收优惠的形式 在泰国举办各种的活动 希望能够和其他的国家竞争 这项措施就涵盖了在泰国拍戏 举办演唱会等等 以上的信息是由泰国世界日报提供给您 好我们来看到这几天财经市场很热的话题 就是我们的ETF00940 很多人是说解定存借信贷都抢着上车 但是现在央行总裁示警了 说小心羊群效应 大分被咆哮为了买ETF00940 出现不少烂像 当时证券业者证实 这是在自家分公司 发生在00940申购期间 外界估五天募集时间将破2000亿 创台湾ETF新记录 我老婆她大概都买2 30万 买股票当然是想要赚钱 由于申购量太大 让玉山台新陆续宣布停止申购 就连元大也公告 从14号起送件的开户申请 无法保证能在ETF募集申购截止日前完成 但先请民众恐慌 随后紧急撤销公告 不过股市老手就市井 今日业绩是明日业障 据了解金管会可能会出手降温 连央行总裁都市井 打开这本00940的介绍册 可以看到上面写着高股息 低价入手还能创造每月现金流 不过专家就市井 想入手要小心 不败教主陈崇明表示 00940的公开申购价10元 以官网写的平均殖利率8.64% 买一张一年零股力860元 假设平均每个月领72元 其实买不起一个便当 还要扣10元会费 一年扣12次 这样真的适合小资族吗 这种形式来投资 对小资族想要长期的离开户 这不是非常合理 如今还没上市 就已经有00940自救会 FB社团 人数跟着买器直线上升 有网友直言 先加进来比较保险 又有人担心被割韭菜 毕竟市场传出投资人 借信贷抵押房子都抢上车 专家示警现在追高 未来可能被杀低 投资一定有风险 还是要理性 别盲从跟风 TV的新闻 谢文翔 刘一轩 台北什么的 股市正热的时候 确实要小心 因为日股前阵子就非常的热 冲破了4万点 创历史新高 不过这个热度 却和实际的经济 是大幅的脱节 月初日经平均 均股价首度突破4万点 日本国内也掀起投资者 位在札幌的财经讲座 报名者持续增加 目前一个班就约有百名学员上课 其中女性占了七成 很多都是担心养老存管不够的 壮世代人群 新人社とか色々 1月から始まっているので ちょっと核に興味があったので 始めました ちょっと定年後にやりたいことがあるので そのためにちょっとコツコツ 人生的背景 转家说 日経均株価って 星野活動である その日本の企業の中で 本当に代表するような 225名柄だけを まとめて あの動きを見た 模擬してして そういった企業というのはもう ほぼ今海外で稼いでますから そうなると 株が4万いったからといって 日本経済の中間 表していると 全くそういうことではない 上議会的股市熱 是30多年前的泡沫经济時期 当時大家名車名牌疯狂買 出国旅游服劃消費是日常 全日本一片好景 对于当时的盛況 历经过的人 是这样说的 それこそ東京とかでは 薩束束をビラビラしながら タクシーそれを捕まなかった というのはよく聞きましたけど 日本の縁が強かったので 外国行ってブランド物買い漁るとか あとど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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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内旅行から海外旅行 一周としたとか という時代だったと思います 回らないお寿司は しょっちゅう連れてってもらってました 周りの先輩に聞くと ボーナス当時現金支給だったので こびつきでこう のらってなるという 話は聞いたことがありますけど ほらめっちゃ綺麗くらい思ったね 若い人も ここからは何年ですか 何年ですか 20代とかですか 20代とかですか 20代とか 回顧東京證交所 過去的日经平均指数 1989年来到38,915点 2009年3月 掉到泡沫經濟後的最低点 7054点 之後才逐漸攀升 如今來到4万点 睽違35年 創下新高記錄 不過反觀這一次的新高点 民眾反映 其實不太一样 物価だけは上がっている感じで 生活そんなに楽になっている感じじゃしないので 給料とかね そんなにも上がってるわけでもないから いたって生活は変わってないで 股市雖好 民眾五感 大家共同的疑慮是 景気如果真的变好 生活按收入 可以改善吗 まあ 影響は非常限定的だと思うんですけども 日経均株価ほどではないんですけども やっぱり日本の株全体が 上がってることは間違いなくて 春冬の交渉って 自社の株価が下がっている時も 上がってる時の方が 少し新上げに 経営者が前向きになりやすいと こういうところもあると思いますので その辺でと若干 4月からの 給料にとってはですね プラスになる 影響はあるかな 股市熱 想要投資賺錢的人變多 随之而来的就是詐騙 去年北海道58起詐騙案件 被害人損失金額高達8億日元 是前一年的2倍 網路社群的投資詐騙群組 與不實的廣告大幅增加 相關單位也一再呼籲投資 務必謹慎 免得到頭落得異常空 GVS新聞 徐起方 綜合報導 而看到在南韓這邊 医生的罷工潮還在持續 政府對4000多名的醫生 祭出了最後通牒 但是醫師這邊 還是不認同政府的做法 雙方的癥結點在哪 一起來了解 南韓政府決定將 2025年度的醫科大學入選名額 增加2000名以補足醫生人力 引起一界反彈 從數據來看 南韓的醫生和人口比例 在全球排名確實較低 OECD通계를 보면 우리나라 인구 1000名당 醫師數는 2.6名으로 끝에서 두 번째입니다 정부는 한醫사를 제외하면 2.1名 수준으로 떨어지고 이번에 증원을 하더라도 2.3名 수준이 된다고 설명합니다 南韓醫科大學一共有40所 其中17所的招生名額不到50人 相比外國醫科大學 平均招生100人以上 南韓平均只有77人 南韓政府強調增加招生名額的必要性 但醫界普遍認為 這只是治標不治本 因為南韓缺的不是醫生 而是缺地方醫院和必須醫療的醫生 지역의 필수의료 분야 문제는 어제 오늘 이야기가 아닙니다 실제로 필수의료 분야인 산부인과와 소아과는 빠르게 무너지고 있습니다 지난해 상반기 경남 지역 산부인과 10곳 중 8곳에서는 新生活出산이 없었습니다 病院에서 더 이상 태어나는 아이를 받지 않는 겁니다 受到潮子化衝擊 南韓地方醫院的 副產科和小兒科 紛紛熄燈 停業的比開業的還要多 另外 從事與患者生命直接相關的必須醫療醫生 因為醫療糾紛被告上法院的訴訟增加 讓醫生們紛紛求取 醫生工時長壓力大 待遇高也不見得待得下去 去年南韓某間醫院 開出年薪3億6千萬韓元 整合約860萬台幣 征選一名專科醫生 發布公告5次才找到人 依照目前情況來看 幾乎沒有醫生 願意到地方和農村服務 南韓政府仍然堅信 科大醫科大學招生規模 增加醫生人數才是解決之道 南韓政府同時還計劃 引進地區必須醫生制度 但醫界認為 如果不先改善必須醫療 即使增加醫生人數 問題也不會解決 南韓醫界和政府對峙不是第一次 回顧歷史 醫生們總有信心能獲勝 南韓所謂Big Five 五大醫院的專科醫生 一共有2745名 占整體醫生的39% 所有大學醫院的專科醫生 占整體的46% 因此沒有專科醫生的醫療系統 將面臨崩潰危機 南韓政府已經對超過 4000名醫生發送通知 告訴他們 如果不解釋自己的行為 可能開始吊銷執照 但在行政措施完成前 返回工作的話 將從寬處理 一手拿胡蘿蔔 一手拿棍棒軟硬兼施 看醫生們如何接招 TVN新闻綜合報導 醫生之前都會被視為是夢幻工作 但現在還是嗎 因為光是科別的熱度就很不同了 像是台大外科部的住院醫師 有朝不滿的情形 但是眼科或皮膚科醫生卻很康 新冠疫情期間 兒童重症的醫療資源相當吃緊 凸顯重症兒童病床 和專科醫護緊繃的現況 在20多年前 每年有大約40萬新生兒 2023年只剩13萬多人 少子化讓很少年輕醫師 願意走兒科 讓兒科住院醫師招募相當困難 招募率只有79.2%不到八成 是內外富兒及五大科中最慘的科別 也因此有醫院連主治醫師 也得在第一線值班 而其實外科婦產科等等 現在也是苦哈哈 以擁有眾多權威醫師 和豐富教學資源的龍頭台大來說 也面臨外科部招募住院醫師 招募滿的困境 我們詢問醫學系大六學生 他們馬上就要進入PGYY 也就是第一年住院醫師 我目前偏套的是走內科系 主要是因為在這邊的話 內科風氣很盛行 老師也非常厲害 所以在這邊選擇內科系的話 會獲得非常良好的實習機會 以目前來說的話 最熱門的應該算是小科方面 像是皮膚科 眼科 骨科 復健科 我最是對外科系 可以動手的比較有興趣這樣子 對 那我目前可能對泌尿科 或者是我也不排斥走一般外科這樣子 第一個當然就是說 它的開道時間比較長 就是說你可能進手術室 可能一天 可能一天 如果像一些大刀 可能要六個小時 八個小時 然後再加上查房這一些的 對 當然大家會覺得說 外科工時比較長 所以大家會覺得說 會比較排斥這樣子 外科工時長 還有面臨醫療糾紛的風險也高 也是有些年輕醫生 卻步的原因之一 這兩年實際下來 我會比較偏向要走 就是內外兼具的科 就是因為我同時對 就是因為我喜歡動手 對 但又想說就是興趣比較廣泛 對 目前是不是對泌尿科 比較有興趣 像外科的話就是 就要開刀嘛 要長時間站著 那可能有一些像神經外科 可能就要開一次腦 就要開十幾個小時這樣子 有一些特別的長工時人 那可能薪水也沒有到特別高這樣 外科的薪水其實沒有特別高 難免影響年輕醫生選擇 根據111年 西醫門診各專科申報資料顯示 內科點數最高 其次是復健科 泌尿科 至於小兒科 婦產科 病理科 麻醉科則排在末段班 不過健保點值也無法視為醫生的收入 其中還包括支付科內護理師 及醫事人員等人士費用要扣除 而主治醫生的平均薪資 大概月薪是32到35萬之間 但不同醫院和科別也會不同 而現在年輕醫生最愛的科別 是復健科 皮膚科 眼科 因為不用輪班容易開業 不像是過往醫生的熱門科別 是外科 內科 婦產科 兒科 現在大概都是五官科 大概最常就是皮膚科了 皮膚科一直是非常熱門這樣子 最近幾年 大概都是很多醫學院的低迷 大概都會選皮膚科這個部分 人員不夠的時候 其實你的風險就是越來越高 負擔也越來越重這樣 但是在國外其實他們就是 像我之前去美國 他們就是我們十倍的人力 一樣的闖術 十倍的人力 所以中間可以適當的休息 適當的調整 那就不會有我們幾個人這樣哭 他就是非常一直值班 台大兒童胸腔與 加護醫學科主任履歷 在加護病房二十多年 現在仍是24小時on call狀態 他非常擔憂 當他們退休後 誰來撐住兒童重症 我們覺得基本重症 應該要照顧的這個面向 我們不能讓他垮掉這樣 那不然的話其實 你要找重症 就算你可以去美國 你來得及去嘛 以前我們的醫療 都不考慮風險 他沒有因為風險高 就把給付增加 這些部分 還有風險高的時候 更需要一個團隊 大家一起來照顧 所以那個人 人力的那個需求 其實也是高的 那這個東西的風險轉嫁 要個人就變成那個人 就是倒楣就遇到什麼事情 然後那個人可能就 這個醫護人員 可能就會因為這些 很不幸的這個事情 然後就覺得很難做下去 國家必須要將重症的風險高的科別 提高給付 給予足夠的人力 讓年輕人願意走這些科別 而不是只以救人的天職 希望年輕人犧牲奉獻 別讓重要科別出現斷層 TVBS新聞 張正恩王一傑退步到 體壇焦點帶您看到 MLB的海外開幕戰 3月20號會在南韓登場 那麼大股翔品 借這次機會意外 PO出了她的太太的正臉照 也就證實了 是前日本的女籃球員 田中真梅子 迎接MLB海外開幕戰 到其球員整張出發 前往首爾 官網發布短短32秒影片 不過正一幕 再度讓球迷沸騰 一身黑衣黑褲 黑色外套 俐落極真短髮 站在大股身旁 大股妻子 卢山珍面目曝光 就是前日本女籃球員 田中真梅子 大股IG率先曝光 愛妻長相 還用韓文寫上好期待 到其官方社群平台 也隨即跟進 PO出兩人合影 選在白色情人節 甜蜜放閃 果然閃瞎 一票球迷 自從2月底發布婚訊 大股妻子身份持續 引發討論 如今謎底揭曉 現年27歲的田中真梅子 180公分的高挑身材 長相清秀 正在大股身旁 頗有夫妻臉 更有眼尖網友發現 田中真梅子 不只撞臉女星 護田惠里香 還跟大股媽媽 還跟大股媽媽有些神似 同為運動員相當般配 雖非稻妻球員 但大股妻子照片曝光 立刻搶走所有風采 NLB海外開幕站 將在3月20號登場 由稻妻對上教室 教室隊球員已經抵達南韓備戰 在機場同樣受到球迷熱情迎接 而位於首爾的高尺天空巨蛋球場 也已準備待避 市長親自視察為球員把關 NLB開幕站不只球賽魅力 場外大股和新聞妻子 話題持續發酵 渴望為南韓帶來龐大商機 TVBS新聞綜合報導 很快在今年夏天 就要登場了巴黎奧運 現在奧運田徑場的視覺也曝光了 因為要配合主視曲 首都會採用紫色的跑道 抢先看奧運聖火儀式 新版禮服 黑白相間連身長裙 胸口圖案就像古希臘大石柱 下個月聖火將在奧林匹亞 由希臘演員米娜正式點燃 除了史上第一套雙色聖火禮服 2024巴黎奧運還會頭一次 採用本屆代表色之一紫色的田徑跑道 雖然奧運賽事還得等四個多月 但巴黎市政廳已經擺好五環裝飾 身為觀光大城 到時候聖火路線 當然要經過知名景點 而巴黎市長再次承諾 夏天前會讓塞纳河乾淨到可以下水 並在6月舉辦勇聚派對 有了一些聘用嗎 你?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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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會給你付錢 你會不會在這裡 不過針對俄羅斯運動員 能不能參加奧運 巴黎市長說得很直白 這不是我的決定 我最喜歡他不來 我認為普京是一個抵達人 他會嚇壞全世界 以及在英國戰爭 不過國際奧會去年已經批准 俄羅斯運動員以中立身份參加巴黎奧運 一邊新聞 綜合報導